世事非非 南宿陈 从来财色是祸根 无数好色贪财者 到头入肩 所加深 这首诗说的是古往今来 不少高官为了贪恋女色 娇妻仲妾 王法贪脏 最后东窗事发 深陷淋雨 甚至背叛结形 隐淡殉命 这样的人和事 可谓是多如牛毛了 数不胜数 比如 当年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陈克杰 已经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却为了博取一个女人的欢心 大肆受贿 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还有 中国银行的原副董事长 刘金宝 也是为了讨好情妇 贪污受贿 1400余万元 最后被判处刺刺刑 那刚才说了这个 作为金融高官的刘金宝 是2005年犯事的 这五年之后啊 又有一名金融高官 也跟着他逗进了监狱 他的名字叫唐若曦 唐若曦 一听着名字像女人的名字 不过 他是个爷们 唐若曦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以下我们简称 中信保 原总经理 他的落马 也是因为讨好女人 交纵 再婚妻子 说起来 也是令人 扼完叹息的 那说起这个唐若曦啊 自然要说起 另外一个名人了 没错 名人 他便是唐若曦的父亲 唐涛 稍有点历史文学尝试的人都知道 这唐涛他是谁啊 唐涛是个名人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 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曾经是鲁迅最亲密的文友和战友 由此的 我们要是说唐若曦是名门之后 这一点不为过的 导演的唐若曦 也不愧是名门之后 他呢 凭着优异的学业 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历史专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 世界经济专业 是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这名头很长 毕业之后 他曾经在北京市的评估县 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会科学院 舍口招商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 还历任过中共秦皇岛市委副书记 河北省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 等等 2001年10月的 唐若曦又调任筹办中信保 2001年12月18日 中信保正式接牌运营 之后 唐若曦便担任中信保党委书记 总经理 那么既然是金融高官 那在他那个圈子里 自然就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那是2000年的秋季 当时啊 还是中国人保副总经理的唐若曦 便拍板 将公司所有的办公电脑的维护工作 外包给一家电脑公司 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志宏 因此对唐若曦也是感激涕零 经常邀他到名家的餐馆去吃饭 那时候 唐若曦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心中也是非常郁闷 于是了 对于请吃请玩之事 也是有妖必至 而比唐若曦小八岁的刘志宏 大家听这个名字 刘志宏反而像个男孩子 其实不然 他是个小家碧玉 对 比唐若曦小八岁的刘志宏 是个典型的小家碧玉 他的模样长得很俊 天生丽质 加之受过高等教育 谈吐也是不俗 气质也是不凡 他大学毕业之后 也是做过多种工作的 后来带哥哥刘志强开的电脑公司 担任了副总 刘志宏这个人吧 非常的心高气傲 虽然已经年纪36岁了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心中的白马王子 可是呢 自从和唐若曦相悟之后 他被眼前这位儒雅气质 性情豪爽的高官所倾挠 由此 这心中再也不是死水无澜了 而是春波荡漾的 这唐若曦啊 他也是 做梦都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刘经理啊 却是如此的欲成明珠 花宁小鹿 知识丰富 多才多艺 这乍一相逢啊 竟然有那种相见恨晚之感 于是啊 自然而然的 两人便开始频频约会了 见了面吧 根本也是不谈生意上的事 基本是 呃 天呐 地啊 人文呐 史啊 哲啊 重情谈吐 那是进续而还 2001年的 唐若曦又受命担任 中信保的一把手 便和妻子平静的分手了 年底 他和刘志宏牵手 走进了婚姻殿堂 雨水之欢的新婚日子 度过了三年 唐若曦官场得意 情场得意的好时光 开始体积泰来 啊 这原因呢 就是处在娇气身上 咱们前面说了 这妻子刘志宏 有个哥哥叫刘志强 2004年8月的 刘志强在海淀区的 一高档住宅区 看中了一套房子 卖价是580万元 可是他不想出那么多钱 于是便叫妹妹 找出了唐若曦出面 找关系来打折 啊 既然是交妻来发令 这身为高官的唐若曦 哪敢不从啊 于是四处打听 后来他打听到了 那房子的开发商之一 是北方公司下属的地产公司 于是他命令手下的部门经理 魏某去疏通关节 帮忙打折 当时 北方公司正在亚洲的某国 开一个铁路项目 急需中信保提供信用担保 而魏某呢 正好利用这层关系 找到了北方公司的一位领导 李某 可谁知李某一打听啊 这个楼盘的大股东 是另外一家西北公司 他们的公司 只是一个小股东 要想从中打折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 李某只好给魏某打电话 说明真实情况 魏某一听着急了 他说呀 以唐总的身份啊 一般的小企业 他也不会开口啊 这点小事你都搞不定 让唐总还没面子了 不如这样吧 你们公司想办法 变通一下 打个折就行了 比如打个九点五折 也就是三十万 小意思嘛 一听这话 李某想到了 公司的项目 正处于中信保评估的 标准过程之中 一旦中信保刁难 这个国际大项目就做不成了 于是 他跟公司财务总监商量之后 决定由公司下属的房地产公司 出这笔钱 将二十九万元 打到那个楼盘账户上 谎称是内部给予的优惠 他将这件事又告诉了魏某 魏某想了想 不好 你们公司去付款 留下记录也不好嘛 干脆的 你弄出二十九万元 给人押送去 岂不更省事啊 没办法呀 李某只好提取了二十九万元 送到了魏某手里 魏某要将钱送给唐洛西 唐洛西一听连连摆手 哎 这不是我要的钱 这买房的 是你嫂子的哥哥 你呀 将钱直接送给他吧 刘志弘得到钱之后 又送给刘志强 啊 哥哥夸妹妹有本事 两兄妹很高兴 有人说呀 贪欲就像是 潘多拉盒子里边 放出来的魔鬼 一旦放出来就无法收回了 这也是刘志弘从唐洛西权力的宝座上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从此 这贪婪的心扉便豁然的冻开了 2005年的3月 有朋友邀唐洛西夫妇去天族高尔夫俱乐部打球 带回家的路上 妻子刘志弘便要求丈夫去办一张高尔夫球卡 给今后两个人打球创造方便 可是这一张会员卡要花费近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啊 唐洛西几近愁愁 但是最终是经不起交际的央求和撒娇 他便又一次的将魏某给叫来了 去拿去办理 魏某啊 于是找到了与中信保有关的业务往来的一家公司出钱 在那家公司正好有求于中信保 便十分慷慨的便应允下来 可没腾想 到了该年七月 刘志弘又闲去天族俱乐部太远了 又缠着丈夫啊 要他到就近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办卡 唐洛西拗不过啊 又安排魏某顾忌重演 由那家公司又办了一张会员卡 两次共花了三十五万元 苏东坡曾有诗云 说龙秋居士亦可怜 空谈说有夜不眠 呼闻河东狮子喉 主张落手 心茫然 说起来的 唐洛西的妻子刘志弘 比起龙秋先生的妻子柳氏 那是半点也不逊色的 仗着丈夫对自己的宠爱啊 这刘志弘的口气也大了起来 这年十月 他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碰上了搞装修业务的老同学刘某 得知这位老同学在四处揽工程 便爽快的说 我老公的公司 这办公楼啊 这样搞装修呢 要花三千多万元 你们公司要是能够做的话 那就交给你们做吧 说着 刘志弘就把负责这项 业务的经理的电话 告诉了刘某 唐洛西听后 一开始啊 觉得有些不妥 但是啊 最终还是经不住 交期的软磨硬泡 便答应了 于是 在唐洛西的观照下 刘某便顺利的拿到了 办公楼的装修工程 拿到第一笔监理费之后 刘某啊 又分三次送给刘志弘 37万元 以示感谢 刘志弘觉得啊 自己跟他也是朋友嘛 又帮了这么大的忙 拿点钱也不要紧 啊 就接受了 随后 刘某又通过刘志弘做工作 让唐洛西同意 将工程预算 由3000万元增加到4500万元 然后他又以唐洛西的名义啊 要求施工公司支付10%的回扣 于是施工公司的老总便支付了420万元的回扣 刘某拿到这笔钱之后啊 只给了刘志弘120万元 实事求是着说啊 这唐洛西啊 第一次看到妻子受贿 心里还是不安的 他很害怕 并且劝妻子将钱退还 然而刘志弘又怎么舍得 眼前这些花花绿绿的票子呀 他怎么也不肯退 并且再三的劝说丈夫 说刘某跟自己啊 是同学又是朋友啊 很可靠的 况且刘某承包工程 都是通过了合法的程序 收点钱呢 也不要紧的 在妻子面前 唐洛西言听计从 便将钱给收了 很快的 2008年3月 上海洪盛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的原董事长 总经理龙长生 因为涉嫌逃贿 还有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 被上海市公安局给逮捕了 而中信宝啊 曾经向洪盛科技 及其旗下提供融资担保 帮助洪盛科技 获得了巨额的银行贷款 让一下啊 拔出萝卜 带出泥 8月7日 唐洛西因为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罪 被检察机关给刑事拘留 8月21日 他被依法逮捕 同时逮捕的还有他老婆 刘志宏 2010年2月2日 在北京秦城监狱 第四会议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唐洛西受贿罪 186万元的罪行 进行了宣判 同时也对其妻刘志宏 进行了宣判 判处他有期拖刑 11年 这是此的 唐洛西受责知道 由于对妻子的百般交纵 最后将自己和娇妻 一起盯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啊 这是一起典型的家族式的腐败案 但现实中 有很多贪官呢 就是说 在受查处之后 受影响最大的往往就是 不是别人啊 而是其家族 比如说 夫妻啊 父子啊 婆媳啊 女婿啊 基本上就是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并且 有很多情况下 是官员他本来不想贪的 结果啊 是亲人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鼓动他 鼓励他 结果啊 官员最终是如了众愿 啊 变成贪官了 逼人得到鸡犬升天 受封建官业的影响 那有的人 一旦获得权力 便把家庭 甚至家庭利益放在首位了 认为自己有为家庭 或者家族 谋取利益的义务 于是啊 这家庭或者家族 成了亲情捆绑下的 牟利的共同体 正是这种变味的 小家庭的观念 也成为许多贪官 所向堕落的重要的动因 和推手 所以说的 太多的情况之下 这贪官戴的手铐 其实也有亲人的一半 如果说你是某位官员的亲人 那你会怎么去做呀 好了 本案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啊对啦 别忘了